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這裡的村民給我的感覺是很友善的 我覺得很值得保留很特殊的味道 我們能夠用那些方法將它記錄下來 我覺得我們已經是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畫畫的道理放在手上 又很多生活的道理放在畫畫 很有當年的時代氣息 因為它應該解決了當年很獨特的社會問題 我覺得在牛牛角夏村獎勵 也增強了我對生活的適應能力 如果你肯去留意 其實我們周圍都見到很多很好的東西 是經常都會見到 變成如果你沒有相機的話 你就很容易會錯過了 你覺得那件事是值得珍惜 你就好好去珍惜的話 你以後就不會有遺憾 我來到這裡的感覺 我覺得挺整整的一條 有它本身這裡的秩序 我五點就起床 我家庭就起床 走到這裡差不多五點半了 幾十年都在這裡 人情味很濃厚 很貼心的感覺 這件事我很感動 多數來喝茶都是熟客多 直到我們看到他們都知道他們喝什麼 把握當下是很重要的 他們都做到這一點 不管我這個生意還有多久做 但是這一刻我仍然是要做得好的 直到他最後停水停電 不能做了 我就停止了 我覺得這一種感覺 如果可以捕捉到 其實是很好的 這個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不可能是永恥不變的 只要我們永遠都是積極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六、九年就開張 直到今時今日 就算起碼四十五年 好想說我都沒有事這麼久 起碼四十年 是吧 那時候做米一定會有這個機 因為那時候你買很多沙 所以在那邊 是一個很無奈的 很無奈的 其實懷念裡面有美感在這裡 九張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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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好… 第一個感覺 嘩 我不見了很多年的東西 今天突然間我找回來 我經常都會覺得 畫畫不算是怎麼回事 而是一個大環境 是很多人 很多人中間 你能夠將很多人 能夠創造一種和諧 令到整個環境 大家很開心很歡樂 其實跟畫畫一樣 你碰到一張紙 有這樣的顏色在這裡 你怎麼處理 我們在這裡做了三十多年 以前的老人家 因為他們天天下來下面 每個人都下來坐 老人中心開會 通知不到他們 就通知這處 我便逐個通知他們 什麼時候開會 有什麼事 這裡有很多退休人士 吃完飯了 就不要打牢狗 有聽有說 明天早就早晨 肯有招呼打 沒所謂的 那種感覺是什麼呢 最主要是人情味 總之她是小時候看得到大 她本來就一樣 東南西北都有 有些感情在這裡 長久了她認識米桶 她又不懂米 即是混了她 不懂得看那些米 不知道那些米 是那隻米 那裡有收拾的 因為很遠的客人 因為他們買慣了 都是回來這條村 回來這裡買東西 那個人搬走了 都回來買東西 聊聊天 坐下 我中群學的人 生過的子女 結婚 結婚 都是這個工程 有時候懷念 給眼睛睛看著 那種感覺 會變成一種很美 很享受 那時候我… 我日常這麼肥 有年輕人叫肥仔 現在肥… 初次叫肥伯 現在叫肥公 以前呢 這裡很多老人家 是幫我們接大金 有些拿回… 拿回大金 拿回家裡 幫我們接的 全都是預告不收錢的 不收錢的 每個人來聊聊天 不收錢的 因為我是學師 幾十年了 這麼多不少 都要你感情全序 是吧 當然喜歡不捨得 去到哪裡都好 放在這裡 心情就覺得你好好 捨得就沒辦法 這些大眾的事 不只是自己 很多人都捨得 不只我不捨得 你所見到的東西 你所見到的東西 你所聽到的東西 你會看到 一個人間裡面最美的東西 這種說法其實是一個很美的畫面 世界上最美的東西 讓你看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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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 我來…